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06.62美元每盎司 最终日线上收线一根大阳线 昨日日内公布的美国截至5月19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公布值为23.4 高于前值的22.3以及预期值的22 数据公布之后对美元形成理空 利好于现货黄金的上行 SYC1认为 周四美国初请失业金数据意外录的上涨 提振着现货黄金的上行 且在日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取消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在6月12号举行的美朝会晤 导致市场的避险情绪再次被点燃 现货黄金盘中突破1300整数关口 但特朗普宣布取消特经会之后 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 美国可能会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导致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 且目前现货黄金的上涨除了地缘政治因素之外 也受到了美联储对于通胀看法的影响 近期美联储官员的讲话以及美联储公布的会议基要 透露出愿意允许适度通胀的信息 但并没有其他信息表明紧缩的步伐将会加快 因此给到现货黄金带来一定的支撑 此外 投资者需要关注的是 虽然本周的出行数据高于前值以及预期值 但目前仍处于1973年12月以来的低位 也表明着美国的劳登力市场拘谨 对于信货黄金届时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技术面上从4小时趋势途中可以看出 金价目前处于步伦带中上轨之间 步伦带整体小幅上行 5日均线与10日均线保持金叉上扬 对金价形成支撑 MACD虽然红色都能助有所加强 但延续性并不强 也表明金价目前处于正当修复的过程当中 本交易日也将会收出周线 提醒各位警方市场的黑天鹅事件发生 建议关注上方的压力位 1307至1310附近 下方的支撑位则位于1300重要整数关口 后视中建议您重点关注 16点整将公布德国5月IFO商业景气指数 16点30分将出炉 英国第一季度GDP年率修正值 英国第一季度GDP纪律修正值 英国4月BBA房屋购买抵押贷款许可建数 20点30分 美国4月耐用品订单月率出值 22点整将公布 美国5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 请投资者不要错过这些重要信息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今日市场行情分析 如果有疑问 您可登陆ACYC1官方网站咨询专业客服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 我是主持人CC 我们下期再见